发型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有些发型是很多人驾驭不了的,像能够同时驾驭长发和短发的女性倒不是很多,像玛依丽就是长发短发都比有一帆风韵,而今天小编说的是另外的一位女性,在大家的印象中,她一直都是短发的, 但是其实长发的她也是让人很惊艳,这个人就是李小展,都知道娱乐圈的很多女性最后的归属都嫁入了豪门,但是其中能够一直携手到老的却没有多少,而李小展在还没有嫁入豪门的时候,就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说来,李小展和现任在一起之前,感情上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坎坷,其中不乏有富豪, 而最为人熟知的,应该还是跟梅婷前夫燕坡的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简直就开闭电视剧里面的狗屑剧情, 两人戏后非常的美好,中间也是经过了七年的恋爱纠结,甚至是为燕坡打了两次胎, 却最后依旧没有一个结果,可能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等待,梅婷也是感到绝望了,这段恋情最后无疾而终,看似是非常惋惜的一对,但是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一般, 即使说李小展和燕坡走到了一起,也不能保证最后能相守到老, 好在经过了几次失败的恋情之后,最终李小展交给了等他他十多年的男人徐嘉宁,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用在李小展和徐嘉宁身上是在合适不过了, 这也告诉我们人在往前看的时候,也要偶尔的,看看自己的身后,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两个人在结婚时候也是非常的低调,几乎是看不到他们的新闻,直到最近李小展和徐嘉宁现身机场, 才再一次的看到他们夫妻合体,不过这次合体最让人意爱的莫过于李小展怀孕的消息了, 只见李小展的肚子大到几乎是快要临腾的感觉,相信很多的人也是看到照片才知道, 李小展都花这么大的肚子了,而当天作为老公的徐嘉宁对于老婆也是一脸的宠溺, 不仅仅行李都自己拿,还全程牵着妻子的手,这才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 不过即使是怀孕了,但李小展一旧显得非常的年轻, 而相反的是旁边的老公徐嘉宁却显得有点老气夫妻二人同况感觉就是一对妇女一般,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幸福, 其他的倒是其次,看着李小展一脸幸福的样子,也真的是替他高兴, 希望他可以顺利的生下宝宝,大家猜猜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呢?